HELLO 大家好,我是Chris 今天我来教大家做绿菠萝榴莲套服务 今天我们就用第24服务来做这个套服务 像如果你们是在市面上海湖的第24的话 你会换成猫山王或者是其他品牌的一些品种的一些榴莲 像如果是我们所说的港工榴莲的话 尽可能是不要用 因为港工榴莲本身是带骨味比较重的 所以如果你是用在甜点方面呢 会有少许的榴莲味 可是你反而会吃到骨味太过重 反而不像是榴莲 在做这个套服之前呢 我们一定要做事先准备 先把我们的鸡花最原型的花孔 然后我们放进鸡花袋做准备 然后还有铺了烤盘子不沾骨的烤盘 还有记得你的烤泡服最重要的就是 要先把烤箱事先预热 那我们首先就是製作 把菠萝皮的部分 给我继续 吴位刘室 好 ader 那我们的面团已经干成一片了 所以我们就要放出冷茶 让它比较拟固 然后再用压膜压出一个圆形 压出来的菠萝饼皮呢 我们之后就是先放回去冷茶或者是冷冻 到我们做好那个泡沫的面团的时候 再把这个拿出来放回去 好 接下来我们来制作就是榴莲那些 我今天教的就是做卡斯达 通常大家做卡斯达就是会用那一个 市面上卖的现成的卡斯达粉 今天我来教大家 如何自己制作一个好吃的卡斯达 然后再配一个榴莲鲜 我们下期再见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制作就是泡沫的面团 然后在这边呢有一几个点 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在把水油盐放进去的时候 我们是要以中小火去煮滚它 一定要到滚的你才可以把接下去的那个高筋面粉倒进去 它不可以在没有滚的情况下你就把它倒进去 这样子的话反而让它的那个煮的时间要拉更长 然后你的面糊没有 那个面粉糊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加热它 然后到后面它影响的就是它没有办法去滚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在家等你去搅的时候 然后你是不可以停也不可以忘了的 你要继续的去不断的搅拌 让它的底部和形成成 薄薄的那个面皮膜 面皮膜它就是浅浅的白色那样子的 然后我们持续煮大概是一分钟内 然后还有一点你要注意就是你把水油和盐 放进去那里的干锅之后 然后你这个时间里面你要不断的去搅拌 你不可以说停在那边 因为如果你放这的话不去搅拌 它会导致吞那个油出来 就是爆破这样的意思 你好 你不可以再继续煮一下 不过这个顾便 Antony 你不可以不在乎 也不过这个混合 就是烫了 你不可以托了 打开 1-2-3-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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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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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